我是贝尔小浪 我的飞机意外失势 坠入大海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 我要带这片海域生存下去 这巨型铜龙刀 不能放在背包里 只能拖到船上运回去 现在是早上9点50 我早早就开始收拾东西 词别海神了 再次离开海神岛 希望我此次远行 定不负海神的嘱托 早就拿到剩余的解封钥匙 解救海神大人 离行前 海神大人又送了我这么多牛肉罐头 这些足够支撑我好多时日了 再检查一下其他物品 收集的海神树 在海神岛采集的云丝草 这些都是用来制作巨型武器的材料 另外 我还拿走了海神岛的一张床 有了它 我每晚睡觉就会舒服多了 一切准备就绪 出发吧 目标新云岛 回去熔炼巨型冷兵器 走 那条乘风破浪 没有谁能阻挡 勇敢奔跑去 要去的地方 就算这段翅膀 勇敢的翱翔 别放弃 这样人生才漂亮 这人潮人海来来往往 总是会让人们迷失方向 只要还记得那最初的向往 就不会追风 有多狂 哦 终于看到我的幸运岛了 有种回家的感觉 还记得飞机坠毁那天 要不是登上我的幸运岛 估计 我早就葬身大海了 全速前进 泡锅 停船 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去 还放在停机坪上 OK 还有我的巨型铜龙刀 走 嘿 我的战利品依然挂在这里 每一个海怪头颅 都是我的荣誉 哦 这把刀太沉了 先放在这里 回屋子里看看 嗯 防门紧闭 应该没有人来过 一切还是老样子 武器库 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哦 仓库也没有问题 之前 被人光顾的事 到现在我还提心吊胆 生怕 又被其他人入侵 要是我的战友 还好说 其他人来了 肯定要遭殃的 不行 再骑驾驶飞机 绕岛一周 观察一下吧 避免一切未知的危险 起飞 走 嗯 放眼望去 好像没有人来过的痕迹 我天 等等 那是 一 二 三 四 好家伙 还有一头 非常非常大的野猪 离开这么久 幸运到的野猪 都已经反映 长这么大了 小猪子耳 都有了好多 真的是 太棒了 看这头野猪的体型 真的很肥啊 最少也得有几百斤了 看来我的养猪计划 算是小有成就啊 真心不错啊 对了 正是要紧 此次回来 主要是通过超级熔炉 来帮我熔炼 巨型冷兵器 去看看熔炉 嗯 超级熔炉 也没有问题 先降落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走 把海神树拿出来 这些海神树 根据海神大人的讲述 都需要做成普通木毛 然后将普通木毛 全部投入超级熔炉 还是用巨型铜龙刀吧 效率还快一些 开始制作普通木毛 一共制作出这么多 应该够了吧 上 通天熔炉 嘿 全部投下去 嘿 再扔一些砖块进去 准备完毕 接下来就需要海神大人帮忙了 呼叫海神炎 小家伙 你的行动也太快了呀 刚到 就开始打造了 是啊 海神大人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还请海神大人帮忙 我要打造巨型长矛了 好的 好的小家伙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好了小家伙 练着巨型长矛 需要一定的时间 预计明天才能结束 好嘞 我明白了海神大人 谢谢您了 没事的小家伙 你这么做 也是为了救我呀 嗯 终于在天狱前结束了 看来 明天才能练着出来了 今天 我再次回到了新云岛 这里的宁静 让我心安 巨型长矛 已经开始投入熔炼 这让我充满了期待 相信有了巨型冷兵器 巨型生物 就不会对我造成威胁了 我也就有了出海打怪的信心 真心希望巨型兵器 不要让我失望 晚安了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